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河北的选手 比较喜功好杀 战斗的欲望非常的强 年轻人敢于进攻 积极求战 这种风格也是值得赞扬的 张伟应该说最近的一段进步也非常的快 去年作为上海队的主力成员 他个人生意也非常的高 由于团体的成绩也比较好 他也是成为了继广东队的许国毅之后 通过向甲联赛而成为下棋大师的这么一个新的选手 赵伟据他们上海队的选手们聊天时说的平时也比较运功 并输战策非常的娴熟 红方中炮直居 黑方平马强领棋足 红方消息 1236 黑方 足三进一 这个棋也是最近出现的多一点 唐灿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走法 你喜欢这种走法吗 我觉得黑方足三进一是非常有策略的一个走法 它首先就是防止了红方近七足的一个变化 然后也纳入了自己的一个轨道 这个可能也是针对性比较强 针对红方喜爱走近七拼的选手 采用一种强行两头舌的这个刺路 这个最近一两年的向甲当中 也是十有选手来采用 那么大家众所周知 这个河北队这个棋艺风格是比较崇尚这种 进攻的 起攻好杀 特别陆伟涛他走近七兵 五六炮什么就比较擅长 也素有研究 包括他的队友深鹏 他们都是这种进攻的好手 打头后腹的气氛风格 但陆伟涛现在就没有进七兵的机会了 他就左马吞变 那么黑方就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 达到了两头舌的计划 还有我们烧卖的 我们这个动作可以给大家烧卖的 因为这个棋对于我们这些棋手来讲 很常见 一般就这种走法是G2进6 他马上就在红方马发进9 足算机这么走的比较多 那么走到这种棋就是红方 他摆的比较坏 他直接泡花瓶六 实战这话 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是走泡花瓶六 这个你就看出南北风格的选手 你在印象里边 什么人走泡花瓶六比较多呢 泡花瓶六 那个队的风格比较多呢 这个棋其实我觉得挺少见的 但是我只有印象里 好像看我们队的蒋川大师下回这个棋 蒋川偶尔也走一块 但蒋川走这个棋的频率并不是最高的 实际上最近一段 广东队张学潮他们走这个棋 走得特别多 而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他的就是这个路思路就是稳如求胜 他冒的风险不大 你泡你打他回来 大中日棋都这么经常 对掉 然后持 炮 居于平安 居于八戒四 然后他向三进五 黑方要补回首相 然后他对兵 接手 对掉 鱼齿 然后他十字进五 就是基本上 这么一个棋 洪方呢 这时候有十字进五的 有兵九集一的 反正这个 张学潮他们呢 就是对付这一路变化呢 比较有体会 他比较 信任 包括管工队这个女子 陈兴玲 他们也都比较喜欢这么做 对 陈兴玲 也是受一个队的影响 对 他下了这棋 我看 红方的能够 这个先手比较微弱 但是呢 能够比较稳固的来掌握 这也是一种理念 就是说 我不冒特别大的风险 然后这个棋局呢 我比较容易操控 可攻可守 进口攻特何守 如果不好攻的时候 我就争取 不让对方 有更多的机会 反击我 它也是一种理念 所以说你看这个 真是一方谁都养 一方人 当然说的也有我们棋手 对这个赛前的战术 具体的准备上 那么本局当中的红方 就扑瓦平旗 扑瓦平旗就攻击性比较强 这个棋局呢 比较复杂 容易的产生这个对攻的局面 马三价 黑方这个风局势在必行 这个棋呢 还得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就是说 他如果走扑瓦平六的话 黑方一般就不这么走了 因为这个马三价以后 将来马二进一也不是先手 另外他还有抛这个打 这还有这个打中兵等等 所以这个阵型呢 就得抛中兵 这个阵型就得马三价 因为他将来马二进一呢 登兵是一个先手 所以哪个棋 怎么 针对性呢 他是有相当的这个考究的 红方只有这一 黑方中部呢 比较薄弱 必须要巩固了 出了一句红方 十四九 这个棋呢 实际早在 六七十年代 我见过这种走法 但那个时候呢 这个棋呢 没有走特别流行 后来曾经一度呢 觉得红方这个棋呢 还是容易占优 最近三四年呢 这个棋 黑方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 那么黑方也找到了很多这个 更加积极的防御 更加结实的这种打法 然后实战红方是走个兵武精一 对兵武精一也是传统性的攻招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除了兵武精 就居留进五 那他呢 你看这个棋 黑方怎么走呢 居留进五 这个黑方 他几个居留进五 对 黑方只能赶紧先马入进一 先把这个马给淘开 他有退炮的 有平炮的 他平炮 黑方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 拱旗族的 对 有一个冲兵的 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这个 灯霜居什么 还有足以进一稳健的 这个棋呢 就是说居留进五呢 也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这个招法 那本局当中呢 就是红方没有直接走居留进五 他先走兵武精 就是表面一看呢 比如他再兵武精 对 这样有一个 你拱 他去二屏八 有一个周霜 从这个战术 就初步来看呢 红方有这么一个意图 另外 由于黑方走了两层蛇呢 往往红方也需要呢 这个马怎么出来呢 就改变一下思路 一个是你把这个两层蛇 给它划解掉 我们常见的那种 直冲鞠正马的旗 鞠退导巡额 来退冰 这个旗呢 就是从中路进攻 马从中路盘处 这个给大家呢 要多做一个 骑士吧 这时候黑方就是 寻求复杂吧 它居一瓶二两层 对 因为它也居一瓶二 也正着 如果居一瓶四的话 这机也容易吃亏 对 对了居一后 红方就打通银的这个手标了 红方会占用 居一瓶二也是关子 然后黑方 抛弃腿一 这会儿啊 变化也有这个什么 对 也可以考虑冰酒精 有冰酒精 稳健的 这是比较稳健的走法 它抛弃腿一 它就是先防止你 马上进一这步骑 另外就是 红方还有很紧迫的手段 就是黑方必须要 抛弃腿一瓶走了 红方有什么骑 有一抛弃瓶八 对 这时候 那你要不注意的话 它抛弃瓶八 你这个骑 你就左右这个失调了 就是 像机当中常用的一种战术呢 就是通过对相同的子力 来进行转换 转换的过程当中呢 来谋取先手 谋取优势 那现在红方就 不能走破弃瓶八了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 黑方有一个 马上进三登兵的 我给大家简单摆一下 这个变化 登 这个是出现过的 这个在老普的 这个全国高手人比较 是出现过的 然后那 红方也只能这个换鞠 黑方马上进四 你现在又打你这个鞠呢 又要挂脚 你鞠只能回退 他一将把中兵给当光 这个鞠 红方的物质上呢 就是损失的比较大 所以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鞠呢 并不划算 大家呢 要知道呢 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变化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 就是考虑把鞠退出来 对 然后黑方也是炮八斤了 红方 鞠退 黑方就长 接下来呢 就是一般红方走这个比较多 这个也有很多棋手机 经营过尝试 需要跟他一起吃 炮八斤七 马三斤四 然后黑方再举八斤九 举八斤九 它是一个骚扰 这个手段也 对我们广大的爱好者呢 有一个提示 一般我们都知道这种 过河局 巡河局 骑河局 二路局 一般进攻来讲呢 是走过河和二路局最多 但是这个手法呢 也是一个特殊的手段 它的目的是在于 来通过打相的这种先手 命令红方呢 把相飞起来以后呢 让红方阵形呢 松散 然后再把这个局呢 撤到这个防御的这个地方 去八斤六 这个形状也是一个 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走法 红方呢 就是说的 略好一点 但是呢 黑方的防御呢 也是比较 结实的 对 那双方互长 那个局呢 对 那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 就没有采用这个兵三级 因为这个 骑手呢 可能也比较了解 陆维涛也知道这个 赵伟呢 这个布局上呢 也就有数 他呢 就是 主动呢 这个 球变 他都马三级 他是先走一步先手 这部棋呢 从实际上效果来讲 他也有点他的想法 也是可行的 另外 觉得不错的 还是局八进三 把局来 亮起来 如果你对兵 我就接受 对 你马五进三法 我也泡花平期 你对局 我再 炮他掉过来 也是可以考虑 那黑方走这个呢 就是说 命令红方走这个 黑方马再回来 准备 这个八路炮呢 来进一步呢 这个拓展 就更流活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就是 兵夕紧一了 兵夕紧一来 这个队兵 希望这个子弟呢 逐步的盘旋而出 黑方走马二进一等 马二进一 红方呢 这个时候 当然不能走兵夕 这个炮掉了 是先手 在打底下 红方 这个时候也刻不容法 要采取这个 冲锋了 兵复急 再沿河呢 来阻止 黑方这个循环化 如果黑方 走霸卫兵五打 这样子 那兵夕紧一锅 过去应该 对 红方这个契路兵呢 有些先手 将来还有什么 去对他妈这个 脱垂的这种手段 就等等吧 还有 seized 戌六进五卡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不肯能走泡泡屏舞 它实战当中 它选择的是马一退三 对 它进行了一个简化 比较求稳 应该说这路变化比较求稳 但是也可行 另外黑方还一路 比较针锋相对的 也可以考虑走足五级 那红方是也是 我们把这变化 只能过冰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泡泡屏舞 然后打着中马的 红方也只能跳 那黑方换掉这个中炮 底线一僵 然后向我推三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不错的招法 它走G8进气 这儿就等于黑方 对红方也形成了 很大的牵制 如果你走马这进气蹬的话 黑方就就二成一 把这个G让上去 因为这个旗你不能长 长得G4平6 双利类 是一个猎马G的杀手 先把这底线守住 对 这棋红方也没有明显的手段 那另外呢 红方如果走马 下兵的话呢 就是黑方的G呢 可以把这个 站到这个位置 或者他先G2平4 把你拖住也行 你马就进气要连马 然后他走G8平3 过来 这个棋局呢 就是双方这个子的业 纠缠在一起 这个 这时半会儿呢 看不出来谁明显的 好或坏了 就这种走法 是黑方比较凶的这个走法 但赵伟可能 当时呢 这个没有考虑 这种走法 他可能看简 简化了也是 他已经接受 对还可以 中报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呢 走的马一退三 然后红方呢 走马五锦旗 这只能换了 他拱下来以后 然后红方呢 就冰五锦一呢 拱过去了 好 这个旗呢 可以说呢 到了这个 非常关键的地方 双方呢 这个 进入了终局的激烈博杀 稍后呢 再把后面的棋局的 简单的带给 好 接下来 请大家继续观看 精彩对局 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刚才 讲到这个 冰五锦一拱 那么 黑方这个棋 他刚刚办锯八 他实际上走锯八锦三 他非常没有走马七锦五灯 就是他怕 橘子平息吃掉 这个棋这个马呢 前无际路 将来怕这个锯六锦五 这些手段呢 黑方呢 可能怕 对 黑方的 不好 个子位比较松散 实际上中呢 黑方这部棋 还是走的不错的 锯八锦三 来棋这个中项 如果红方拱不下 当然红方也可以考虑拱不下了 黑方把它飞掉 然后再把兵吃掉 然后黑方呢 接下来有一个马七锦六 这有这么一个 黑方呢 还能够接受的 这么一个阵势 就是黑方少一个像 但是它的位置呢 比较好 还多了一个边族 所以这个棋要是下下去的话呢 也应该说双方基本上呢 接近军事 黑方呢 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红方呢 通过这个林场的这个计算呢 沈尼多士呢 他没有采用这个兵武军状像 而是选择了兵武平四 更加这个复杂的这种走法 对 希望保留这个国河兵 对 这里呢 就是黑方呢 也是到了一个 这个很关键的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走 何去何从 时代当中呢 黑方没有处理得很好 事后呢 我们来研究这个对局的时候 看到了 黑方走马七锦六 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红方走 居住平二 拉住黑方去炮的话 黑方这个时候恰好有一个回马 能够 对红方这个四路兵呢 形成这个攻击 将来还有这个足迹寄宋兵 环中炮这些手段 所以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应该说形势还是很不错的 马七锦六这条棋呢 反正是看着比较强势 就是生硬呢 把这个 你居兵切断连接 如果你下兵 我就直接将你 直接这个反击 那他可能 还有可能会冲兵冲下来 那我就给你将嘛 你只能不是 我就马就跳下来 我下不了灯你中炮 这个居位太差 对你还得居六尖二 就进行防御 这个棋的黑方 肯定是比较满意的 黑方这个子力的 整个是向前推进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马七锦六没有走出来 非常可惜 他呢 实战当中呢 他选择了另外 这个 对 炮八进 对 他下底炮准备去进攻 其实 老师 我当时看这棋 我也挺理解 黑光这个总装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提的 我一看 这个红方一般 有中炮的时候 这个两个像 都是分开的 连不住 对啊 这底炮 我下一步一平边炮 一下底 马上就有攻势 对 而且这个你兵 暂时也冲不下来 我就随时有炮 二平武这将军的气 你下兵 我就将也反 就反将 以后呢 我就准备这四边炮 陈几局 来这个制造攻势 对 确实上黑方这种想法呢 从想法上来看呢 也并不错 主要还得看后边的招法 是否能够 双方这个 能够 谁笑到最后吧 就是红方本来 也可以走去论刺 比较利于控制局势 红方实际呢 他走去论进武 他准备将来 一个是拱你啊 还有巨子瓶 吃了也是先手 红方这进军非常强硬 对不起 陆伟涛就说比较 喜爱进攻 也善于这个进攻 在这个进攻当中呢 确实呢 还是颇有几分大降风度的 他泡发平脚 然后红方这招起 走得也很精巧 他呢 并不去连下 因为连下他不好演 对他把炮平过了以后呢 准备这个炮 三斤四打出去 又保底向是 又打对方闷拱 他这一招两用 这个思路呢 确实不错 我想可能这个临场赵伟啊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走法 一走这个以后啊 可能赵伟啊 对形势这个判断啊 就觉得自己这个起源很难下 一下呢 这心理的压力就比较大 对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全光相机甲联赛啊 是这个团体赛 是四对四的这个比赛 双方呢 今天的赛制呢 又进行了一个 比较新颖的这个改革 应该说大家 比较认可这个赛制 因为比较合理 两先两后 就每个队派上四个队员 但是谁走先谁走后呢 不知道 你只有两个人先两个人后 然后如果双方慢棋 四番棋总战机打平的话呢 还有加赛快棋 就说四番都合了 或者是赢的都一样多 那每个队员 再抱上四个人来 抽取两个人呢 来进行呢 赴加赛 就是加赛快棋 十分钟包根 每步机加十秒的这个 加赛 加赛呢 今年也是有一个 特别大的改善的 就是说 如果双方打平了 那么双方各得 6.5分 也就是说 如果慢棋 和快棋都打平的 两个队各得1.5 如果慢棋 直接分出胜负的 就是说 有一分多赢一盘以上 5比3以上的 就是3比0 如果是1比2 那就是说的 慢棋打平了 谁加赛快棋取胜 就是快棋方呢 获胜方呢 取得两分 慢棋方呢 得一分 对 这样更考验 这个每个棋手的 这个综合势力 对 那就是说 这个棋呢 这个团体赛呢 这个选手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这输赢 不仅是对于个人 有荣誉 你对于你这个地方 你对于你这个队伍呢 都有莫大的影响 所以每个棋手呢 又要各自为战的 又要兼顾这个团体 那我们这个棋手呢 也就是干这些工作的 也要逐步试影 那就看谁能够调整的好 就这部平炮以后 我觉得黑的 就是 就是可能 黑方这个思路啊 当时局限在 下地炮打兵这场了 然后这个思路就是 太执着这个想法了 从对局的进程来看呢 他没有想到 其他的这个方法 对 其实这个棋的 黑方有一个好棋 就是走炮进一 掌炮 就是说调动那个二楼炮啊 来准备扣中炮 将来进行反击 就是如果兵四平三的话 黑方这个局呢 一种办法是来点局捉炮 还有一个办法 就直接这个蓄力也是可以 这两种招法的 就是黑方呢 都可以有很多的战术机会 但是他当时临场呢 我是这么想 就是他这个二楼炮吊着 他老想着打兵这个事 他就是那个 在调动二楼炮来组织进攻 这个思路呢 没有跟上 他当时呢 他就是希望尽快 这个下底局 下底局 对 那么这个正所谓的 错误的这个方向 错误的计划 带来了错误的招法 被红方呢 顺势呢 这炮散尽似 红方等于是 这个全部的都实现了 他这个 因为现在再掌炮来不及了 就是闷工 对 黑方就马七八 对 马七八 现在黑方有一个偷袭 就是打向呢 当然说打了 他打过来 他也是后手 黑方可能整理思路 就希望尽快把这个 巨马炮调动起来 他可能觉得 这个马是不是能够 再前进呢 对 换中炮 对 他可能 你约翼红马 等下来 这一闪击 不就炮 有打向了吗 然后马还 蹬着你中炮 如果能把你中炮 换掉了 这个漆黑方呢 也就是这个攻势的 就能够 以红方 完全看好了 那我们看 他是不是能换 红方 局四平漆 这个漆就比较麻烦了 黑方 这个二楼炮 如果退的话呢 他也没有好路 那不理的话 就居里边ภ哈又吃 对 它实际上当时 就可能长了一步就想弃炮 本身就有这个 把这炮弃掉的这个思路 然后宏芳可能也是没有畏惧 对 居里边 它这个居二臣四也 被迫制造 对 平炮僵也不行 僵有一个反僵 对 因为僵它正常有反打项一样 反贵机 这样通过这个转化 洪芳他等于强行的 吃了一个炮过来 那黑方又轮到黑方走 黑方又把这兵蹬掉 看这个底线能不能制造一些战绩 这个棋就是说 攻守要先配 对于一个棋手来讲 有的时候是要大力进攻 但是类似这样的局面 就是作为红方来讲 就不能去一位的进攻 因为红方现在进攻 暂时没有路了 对 还要先防守一下 他退居就是想先防住 红方这个时候走的也非常好 他准备下步走 居八平三完成这个防御 只要把这个底线护住了 这个棋就问题不大了 但我们看黑方 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 因为你灯泡肯定不行 你像进攻一飞 我就正好连路了 这个跳马也不行 这还是能居 对 你跳马他正好 居八平三 你也没有用 你这么打居 他既可以对打 也可以居他你 你都没骑 那么黑方这个棋 看起来就要出棋了 但这个时候就偏偏出不了棋 那情急之下 黑方看也没有办法了 他就再骑一个马 走马骑队伍 准备就强行把这个底线打通 红方走居一平五一吃 这个棋可能还是黑方 这个情急之下 他就走炮九平七了 对 他希望这个 有一个双鞠错的走法 实际上 他也被走居八平七 那居八平七呢 红方就居五平二 这个棋如果你吃炮 他就有退居桌 你就没骑了 如果你再打这个 红方呢可以 循环区连住 他将来有这个对居的线手 这个棋呢就简单的说了 就是说黑方呢 尽管也很凶这个攻势 但是呢红方这个中炮啊 把黑方这个类居啊 切成住了 黑方类居抬不起来 对 主要居出不来 这没办法 红方将来多次呢 还是占用 比如你退一将 他上架 你持炮 他可以对居 对 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呢这个 还是多次的占用 但是黑方这么走 要比实战呢 可能要完整 就是说更对红方呢 有一些考验 实战当中呢 红方一退居呢 黑方是走的 炮酒兵器 对 炮酒兵器 然后再打个射 这个棋呢 就说的 我们在选这个对局的时候 怎么说呢 就是这排棋 主要是由于这个 杀的双方比较激烈 对 在这个现在这个像甲呢 就是日益水平接近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这个 大杀大海的棋呢 应该还是比较少的 对 其实还有这个上海队呢 还有 跟贺卫队 还有一盘棋 也很精彩 对 就是对队的双方呢 就是上海的这个 全冠军获得者 特异大师 这个孙武征 对这个 贺卫金环建设队的 这个刘明 刘明呢 也是来自这个 宁夏的一位选手 这个今年的这个 贺卫队呢 把他这个 这个商界过来 那盘棋呢 就是双方那个战线也很长 双方走的呢 那个也是有本有眼 也挺有意思的 但由于招法比较长 最后下到了很长的这个残局 最后是马炮 对马双足 双向的这个残局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大家呢 也可以上这个 我们那个象棋 有关的网站呢 去看一下这个结果 还有那个西场 他们也经过 那么最终呢 这盘棋呢 是这个 陆伟涛呢 这个战胜了对手 那么上海队的孙宁征呢 又战胜了刘明 然后最后 双方又加财快棋呢 最后是河北队呢 以这个快棋多 胜一盘的这个胜处 对 这时候有一个很 很妙的一条棋 对 这个谁呢 就是洪方呢 这个看到实际成熟呢 就把这个局呢 就弃掉了 他是先棋后取 对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随便吃吧 你吃完这个局以后 我再把这个局吃回来 举巴腿一 这黑帮也没有办法 就说这个棋啊 砍相本身是一秒钟 他当初啊 之所以用这个局 这个局回 这个局吃 来砍相 你不能飞 他是门宫 对 你将 他上将 你吃一吃 然后他把这个局吃掉 他通过这个点睛 把局吃掉 对 然后洪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局508 叫江 对 先去后取 对 反江的话 就有一个炮平三 走到这呢 就是说黑方呢 这个看形势已经 输定了 他就不再下了 如果他下的话 真是这个江 洪方有这么一个 炮平三 反尿杀 这儿通过这个 双方这个 大插大海呢 最终结果呢 这个出来了 洪方取得了这个胜利 就起走到这儿 那也应该说 这个向甲呢 进行了这个十轮了 应该说也是越发的 这个激烈 这个精彩 像这儿 这个种大刀阔斧的棋呢 我想也会 时不常可能 就有这个棋手的创造出来 我想这个 大家呢 也多关注 这个今年 这个2014年 这个 科学游戏 天下棋异的 全国象棋仔联赛 也感谢了大家呢 这个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